你会不会有时觉得很容易累 还有哭暴露或者拿重东西都是没力的呢 那你就要留意你的肌肉量是不是流失太多了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肌小症这个健康问题 有四类人士是比较容易流失肌肉的 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 大家有没有做一些肌肉锻炼运动 又或者是特别吃什么去增肌的呢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和我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你给个like 我还有请你订阅营兴师妈妈频道 这个频道是介绍健康的食物和0-3的营养家 希望一家大小都吃得健康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妈妈Brasilla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肌小症这个健康问题 如何处理和预防的 我是特别重视预防性于治疗 所以我特别会分享四类人士来说 比较容易是幻想肌小症这个问题 肌小症在亚洲地区 比如香港他们会叫做小肌症 英文是psychopenia 当一个人肌肉是过度流失 去到一个情况肌肉量是太低了 就会肌力很低 平时起床或者坐起站高 或者是走路都会没力的 拿重东西也会有困难 这个会严重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 有数据显示 目前大概是有一至两成的长者 都是怀有肌小症的问题 在我的营养师临床的工作里面 都会接触一些肌肉量比较低的人士 这些人士当年纪慢慢大的时候 就会比较出现这个严重的情况 肌小症千万不要去到那个阶段 才慢慢去处理再慢慢去增肌 是会比较漫长和会比较困难一些的 预防有年轻开始去做的 有哪四类的人士容易幻想肌小症 第一类就是中老年人 一个人当年纪大的时候 就会慢慢流失肌肉 有数据显示 其实30岁后已经开始肌肉流失 每10年大概会流失3-5%你的肌肉 有些人士年纪大了 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容易累 经常都没力 这些都有机会是肌小症的问题 由年轻的时候 开始要保留自己的肌肉 好像我自己这样 5-6年前我可以去攀石做这些运动 都是很应付自愈的 但是到现在发现就难了去做这些运动 肌肉量是会慢慢流失的 所以我现在也有一套肌肉锻炼的运动 锻炼自己的体能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我做什么运动的话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第二类容易有肌小症的人士 就是经常减肥的人士 我以往的临床工作 有很长的时间都要处理一些体重过重的朋友 肌小症也有机会出现一些叫做肌小肥胖症 有些人士如果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重复就重复这样去减肥 肥了又减肥了 之后又肥又减肥了 这个重复减肥的过程里面 很多时候都有机会是流失了肌肉的 一个人他每次用一些不健康的方法去减肥的时候 有机会是令到肌肉流失了 变成了新陳代謝又会减慢了 结果下一次肥的机会又会大了 因为身体消耗热量的能力又会减低了 所以有些人他们的体型看上去就不结实了 因为身体会比较脂肪多而肌肉少 营养师和他们减肥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会用一些量度真的组织的脂肪肌 这些技术都可以同时量到一个人的肌肉量 脂肪量 骨量 在那个减肥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看到一个人瘦是需要减肥的脂肪 而不是肌肉 保留肌肉一定是一个好的减肥计划的一个目标 哪些的减肥方法比较容易引致肌肉流失呢 一般如果只是用饮食去减肥而没有配合运动 而越吃越少的情况下 最容易是流失肌肉的 就是不用吃得太少之外 配合一些肌肉锻炼的运动 大量的运动 就会可以制造到一个消脂和增肌的效果 第三类容易患肌小症 就是蛋白质瀉碎不足 整体营养不良的人士 身体的肌肉是由蛋白质所组成的 平时一个人的蛋白质的摄取量是需要足够的 整体摄取得太少热量的时候 身体是有机会燃烧肌肉做这个能量的 另外就是蛋白质的摄取分量 看回你的不同的需要 如果你是不需要限制蛋白质的话 一般人平均来说 都是每公斤体重1克至1.2克 如果你是需要增肌的 甚至你可能去到每公斤体重1.5克 甚至去到2克 看回你自己的个人需要 蛋白质涉取足够 固然是令到你肌肉的新疼代謝里面 都有新的蛋白质去补充 但是你本身平时吃东西的 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比例都是重要的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就是不吃那么多的碳水化合物 大家都行一个低糖饮食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有时候去到没有碳水化合物 你的身体会不会是燃烧肌肉 大家去看回你整体能量的需要 另外现在很流行的 譬如走断食 断食会不会引致肌肉流失 这个就有些争议 断食会不会令你肌肉流失 是有这个风险的 但是是否必定会令你肌肉流失 就好看你断食是怎样断食法 还有就是看你有没有做运动 你想不想安座家中就有注册营养师 助你达到你的健康目标 港营最在线营养咨询 为海外和香港人士 提供方便、弹性和省时的营养服务 线上的服务是包括messaging的支援 会免前后和营养师有更紧密的沟通 马上预约你的免费评估吧 第四类容易患肌小症的人士 就是运动不足的人士 在临床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士 有很多人士他们会单靠饮食 去控制他的病情 又或者控制他的体重 过程里面肌肉会流失 又或者有些人的生活方式 比较多的是坐 不要刻意地去做运动 运动来说就算你简单如走路 本身你走的过程都是负荷你身体的重量 都是对你保持肌肉是有帮助的 运动一个星期就不可以少过150分钟 如果在居住某些地方 譬如在香港来说 很多时候会去搭车 公共交通工具 那些都会有一定的运动量 但是如果你现时已经是生活在外国 我现在也是生活在加拿大 有时候你出街也是上车 下车也是只是走部分的路 在外国生活的朋友 应该考虑有一个完善一点的运动计划 包括有些人可能去了外国 开始跑步 做健身 大家需要想想 现在有很多人都用智能电话 都会看回你每天走多少步 如果你的生活上走的步数是不够一万步 你本身容易肥胖 流失肌肉的风险都是很大的 一般来说去到一万步 都不会达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最多是保持你的体重 对大部分来说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你的电话 看看你的步数是否足够 定期是监察住的 总结就是大家平时吃东西 都要均衡 不要随便 吃得太少 蛋白质摄取要足够 第二就是大家要有足够的运动量 去保留你自己的肌肉 当你有充足的肌肉的时候 个人也会比较精力充沛 没那么容易累 也会有些力气去做不同的事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下载一些超级食物健康餐单 或者一些降三高的餐单 欢迎你去下面说明文的延期下载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